郭县在MDC他也看了 他也了解整个一系列的听证 然后一些主题他都看了 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你知道这很多的听证 他就是一些立法的一个 前面的一些准备工作 对行动联邦灭共来说 那绝对是好事情 我相信包括在那很多站也都着急 他现在还在讲抖音 到现在还讲说 我们应该不应该在中共投资 郭县过去很早以前就说过 真正在媒体这一块对西方渗透的 绝对不是抖音最厉害 是微信 是微信 对是微信 但是你看到现在 没看到几个国会在讨论这个微信 他就不敢提 因为之前川普想就是想进 但是后来那个中共呢 在美国就找了那个律师团队 还反告 最后他们给告赢了 现在整个国会听好事情 更多的听证越多越好 但是节奏很慢 但是也没办法 毕竟是别人这个 国家的这个体制内的这种系统 说白了就很官僚 有一些到现场作证的人 都是一些过去几十年 从来没回过中共国的 那你对中共有多了解 你有几个人像郭宪一样的 过去在中共国待了这么多年 跟习近平一起喝酒 是吧 对习近平有这么了解 对西方胜出这么了解的人 他为什么不能去作争呢 他反而不能去作争 你告诉我他能有什么结果 说根本谈不到实质性的 比如说有谁在听证上 有谁提出来 当年谁把中共带到 大部分体友里面去了 谁让中共获得了奥运会的资格 八九六四过去了三十几年了 有没有人去问 谁放过了八九六四 谁让共产党逃过来这一届 所有的听证都是表面的 如果不能到更深层次 不去问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说 你是你自己美国的责任 对不对 是美国把真正的 把中共给强大起来 我们最近有看到 有一些组织到国会去听证的时候 是我们提出来了 中共不代表中国人 你说这句话谁提出来的 谁说的 是郭宪一样最想说的 其实新中国联邦最想提出来 但现在突然有人说 是我们提出来 这很可笑的事情 对吧 你说美国战俘跟过去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还是在跟中共眉来眼去 但实际上背后 我们就说打台湾的时候 像美国还有力量 说要跟中共去勾兑 然后未来共管世界 这个像郭宪说的 真正的灭共 不是靠以美灭共 最终还是靠以共灭共 你靠美国人 你不要去指望 当然以美灭共 它是需要有这个过程 通过以美灭共 推动以共灭共 郭宪的话就是 这个习近平是灭共的 最好的一个人选 郭宪有开玩笑的 习近平一个人 抵得过一万个美国人 去灭共 不许真的